那有没有办法顺利把林静怡呢 保送上立法院呢 所以请教兵哥最后只剩六天了 六天就要投票了 那这时候最后关键在哪里 投票率组织战 我觉得投票率当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 因为投票率如果高的话就显示 民进党的动员成功 把年轻人吹回去投票 那投票率越高对林静怡就相对越有利 看得出来这是年轻人最吹的回去吗 我觉得批发效应应该已经慢慢出现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三次 你说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 因为上次公投其实很明显的 而且这次回去 啊接下来又要过年 要过年再回去 马上过年又要再回去一次 等于一直不断的在那样跑 那我相信年轻人也会批发 而且我批课讲 这一个台中第二选区的补选 对民进党来讲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已经是绝对罗数 多过林静怡这一席会怎样吗 也不会怎样 少一席也会怎样也没什么感觉 其实还不是都一样 反正民进党要过什么法案也不知道过 反而是对在野党来讲这一席比较重要 因为在野党多一个力量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好也有限 但是至少比较好一点 至少能够相对比较制衡一点 所以如果投给林静怡的话 基本上在我看来就跟投废票差不多 因为这个委员不会发挥作用 因为林静怡又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他完全就是个橡皮独张 只会挡架他投什么他就投什么 然后甚至对民进党来讲他 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有点头痛人物 因为这个人常会乱放炮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投林静怡这票真的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对蔡英文个人来讲他很重要 因为上一次公投虽然民进党赢了 可是民进党赢的不好看 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借这次机会 能够把中正万华区挡下来 然后在中二选区有所斩获 那对蔡英文来讲他才能够很光荣去宣布说我胜利了 不然上次公投讲男一年要讲自己胜利 脸上有点挂不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最后关头就好像 严寬很讲的 民进党因为动员所有的力量不只是 滥用行政资源这也就算 他会用所有的力量 明的暗的全部来搞你 之前不是检察官也进驻啦 然后相关的这些也都来了 这些最后这一个礼拜一定会变本家里 这个是跑不掉的 那可是 严寬自己能做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是不是韩国瑜去帮他站台 我个人是觉得韩国瑜 不要去帮他站台 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严寬其实跟韩国瑜私交非常好 那个时候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 严寬是大力协助他甚至为了协助韩国瑜 他自己的选区反而没怎么在顾 那也因为这样他上次就划铁路了 所以他跟韩国瑜的私交这么好的话 其实会支持韩国瑜的人 本来就会支持严寬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再叫韩国瑜去站台 我觉得在最后这段时间之内 看起来国民党在空军这方面是打不赢 民进党的 因为不管是媒体的数量也好 或是其他相对的主客环境也好 网路上面的生态也好 国民党看起来都不是民进党的对手 所以严家只能打一个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就是地面组织战 我觉得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去握每一双手 去把所有他能够见到的人全部都跑一遍 那最后就静待选民的抉择 我觉得这个就是严寬目前所能做的事情 我个人甚至认为说最后这段时间 不要再去回应太多媒体的问题 大家不要忘记 韩国瑜当时就是太多过多的回应媒体的问题之后 恒生枝节 你不要忘记你不管怎么回 他都会把你剪辑 然后剪出一个让他们觉得最有效果的东西 去刺激他们自己的选民 你看今天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严寡不过是穿个老虎装 然后穿反了懒得换过来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然后你看绿云就铺天盖地的这样去讲 在笑他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笑 你觉得他穿上去的时候 不会发觉自己穿反了吗 因为那个尾巴就在前面 他当然知道只是觉得说这样也蛮好玩的 就这样子闹一闹也没什么 可是他们就一定要 想尽办法炒包啊说什么 这就是人家会去干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不要再想要在媒体上面去跟他们争胜不赢 因为你争不赢的 就是老老实实去打自己的组织战 然后尽量少对媒体发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好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想要问问题 想要问这个蔡政府一个问题 就是明年会不会缺点 接下来台湾会不会缺点 因为毕竟才近在眼前 12月12号双北大停电有没有 30万户 应该是30.5万户大停电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台电的检讨报告已经出炉了 好报告的内容有提到呢 为什么因为变电器内部受损 好 但为什么受损 不知道 还没有查到真正的原因 好所以这份报告被学者批评呢 说太避重就轻了嘛 为什么 因为有三大征兆都没有处理 第一征兆呢就是变压器绝缘油 取油送势的结果 氢气突然增加三倍 好那第二大征兆就 说10月24号同一天发生了变电器 的第一段警报 第三大征兆就是老旧的版新青年线的电缆 线路12月初连续两次的火灾 所以呢潜藏绝缘烈化的风险 换句话这都是征兆 但是你都缺乏警觉性 我个人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为什么 过了三个星期之后 你还是查不出来变电器内部受损真正故障的原因 是查不出来 是不敢查 还是不想查 董哥 台电现在最重要不是专业 因为台电自己也知道 他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政治 政治 对 那政治摆对了 对不对 我即使亏损了这么多钱 几百亿再亏损 高雄市政府跟我要钱 我还是要给 那给的话陈其邁会帮我讲话 这是他的那个 那在台电内部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要民进党要什么 我们专业可以摆一旁 对不对 有个叫习永辉的 他们去处理 核四去帮忙去干嘛弄的 然后盖完雨后说这个核四是危险的 他在台电里面是被人家吐口水的 可是在民进党政府会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对不对 帮我们 把整个核四的那个都挡下来了 这就是有功啊 所以民进党现在看的就是这样 他看的是不是你政治正确 所以我们其实 每个人都知道 不管这次的公投结果如何 本来我们以现在民进党政府的态度 每年都会缺电 每年都会缺电 那这缺电的情况 一直下去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利人赌不上来嘛 对 我们今天是1月3号 民进党主打的是利人 2025年20% 主打是7年应该 12% 结果到达多少 连6%都不到 可见你就是做不到嘛 你就是每天用个利人来吹牛嘛 蔡英文的任期到2024年 反正2025年 他已经卸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人都在吹牛 可是 我们发现民状好像也不太在意 只要你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现在蔡英文他不太在乎这个 他只要眼前的选举我可以打赢 选举是可以保证自己执政的 执政我就有好处 我就有很多资源 很多钱可以捞 很多位置可以给某些效忠的人 所以他现在在乎的是什么 他现在教育的是什么 他教育的三经啊 一个司法 检察官16个出动了 对不对 现在全国700 73个选区只有一个选区在选 那如果全国73个选区 再加上原住民6个选区 你每个地方都派16个检察官 你全国检察官够用吗 当然不够用 但是要对付原家 我们就够用了 大家就出动了 哎呀我们要怎么样 你不能乱吃米粉 吃米粉涉及危险 贴谈 很多人就不敢动了 这个叫司法的力量 那媒体呢媒体也可以看到 媒体我可以提供资源 很多以北城 以北城门通通来上我节目 骂国民党 哇听得好爽 我们力赢的人 士气大正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网金 网金是他最主要的部队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党在这些操作里面 多么的娴熟啊 多么的复合蔡英文 然后民进党内部 你看蔡英文在 2018年 地方选举输了 有人要他下台啊 李远哲 嗯 对不对 他们四个台都到了 你就下台 给我们的赖金得选 蔡英文坚持不下台 命很硬啊 然后他要求所有的行政官员 你必须效忠我 我来看谁是效忠的 所以这次他如法炮制 我这次要浮显 林静怡的话 我要看你们哪些人效忠 所以大家就 赶快都出来了 那这种力量越来越大 蔡英文越觉得 很安慰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力量 其实就是保障我将来卸任以后 我还要 保障我自己的安全 我将来不会被施法起诉 这些东西都算在里面 所以简单讲 施法 网金 还有媒体 包括这些名嘴 这些人都是蔡英文的兵马俑啊 就是秦始皇死的时候 还要保持自己 死皇帝千秋万世 我死的都有一堆人来保护我 这个就是兵马俑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 蔡英文在做法 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他现在已经肆无忌惮 他做什么 人民都会支持他 他已经获得 最大的民主 给他的那种独裁的政权 就像李秀莲所讲的 这都是选民纵容出来的 那蔡英文知道 我只要喊几句口号 选民就会吃我这一套 所以这个叫 脸压民主 叫民主独裁 叫不自由的民主 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台湾 未来令人忧心的地方